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扁部分就是 就是针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个动作需求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弓箭 会在两个感测器之间做来回的运动 那碰到第二个感测器 还有做初始停止不动的一个动作 来规划相对应的一个诠释 那本课程这个部分 就是要对应我们所规划的诠释的实际的验证 看我们所规划的诠释 是不是合乎所谓的动作需求 好 这个部分也是所谓的年纪界面的部分 那实际上这个部分 讲牌跟前面是类似的 这边我们使用的都是这个界面 来做相关的一个实习的验证 把我们要用的东西全部都规划 在这个累积界面里面 所以不再多说明 那这个我们的政策的对象 就是一个胶带来这边 叫做我们的一个弓箭 所以我们把物体放置在岩点上面 就是一个岩点的部分 那就是一个示意图 那三个感测器 就是三个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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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形容的一个输入点 那当然我们要先设定 我们四五马达的一个速度大小 那我们也是0到3万之间 我们设定五百之后输入 我们就会在右下角这边 看到它的速度也是五百 那当然我们在年纪界面下 按下Y一支十五 那就会启动四五马达的这个部分 那启动四五马达 我们的速度大约就会开始转动 那我们启动它的正转 比如说四五顺转 这个按下后开始 这个顺势中做转动 那我们这个速度大约点的正转后 前进这极限位置 就是我们到达这个图片的前面这个位置 就会改变了方向 它就反弯向这个做定速移道 这个回到约点后 然后又停止了这个 我们的弓箭的一个移动 它会反回来 然后再碰到这个约点的时候 它这个速度大就不动了 那另外我们改变了 这一个方向 那我们四五马达产生逆转 然后开始做逆时针方面的一个转动 那我们一样的速度是没有改变的 实在我们如果实验 要改变速度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按下这个红色的这个部分 速度大这个上面的一个弓箭 它会从零点开始做这个后退 这样的一个实验 所以当速度大这个从零开始逆转 即是感测到这一个 这一个有物件在这边的时候 它会转为正转的移动 所以从速度大现在从中间的那个感测点 往这边移到S02这个感测点的位置 那这感测点的位置感测到信号的时候 它会让速度大做反向移动 那我们这个弓箭再回到中间银点的位置 那从这边我们看得出来 当速度大移动到中间银点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弓箭就会停止 弓箭就停在这个初始的位置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 当然我们也可以增加很多感测器 做其他的一个判断的这个部分 那根据我们这个示意图 我们也实际来在速度大上面 根据我们所撰决的一个程式 实际来做实验 然后从实验中 我们看到这一个弓箭 会按照我们所想的 从银点出发 前进碰到S00这个感测器 它会后退 要碰到银点它会停止 那一样从另外一个状况 从银点出发 它会反方向移动 然后碰到S02 它又回到 变成改成速度在顺转 然后速度在顺转之后 碰到这个中间的感测器 它会停止在那个地方 当然这整个程序 就可以由使用者来做一个规划 当然规划功能不一样 程式撰写 当然就会不一样 好 本课程呢 最后呢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输送带 做一个呢 这个总结 那我们使用到这个 达加电的 H系列的 这孔车声控制器 这个呢 系统呢 我们利用了这一个 四伏马达模组 来控制呢 这一个 我们的四伏马达 然后四伏马达来控制速冬带 在这边呢 因为在我们自动化里面 是用的 在工产里面 是用的非常的普遍 所以呢 我们利用台大电的 这一个 可程式控制器呢 在自动化领域呢 可以使用的范围 是相当的大 好 谢谢